超级大门关接口 能够显示器Type-C接口一线通 它几乎拥有以前我们测试过的 780M核显小主机的所有优点 现在又有了信仰灯的加持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AMD RAM 98945HS 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G-MOK K11 8845HS还有个大哥 Ren 98945HS 一季度就发布 但直到2024年末了 搭载它的小主机才三三来迟 AMD升级的新产品HX370 这高价格啊 下单的手似乎被摁住了 今年末,明年初 如果要购买AMD旗舰小主机的准系统 大家觉得需要准备多少预算呢? GMK K11装置AMD RAM 98945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9网卡加WiFi6 前置Oak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揽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金属机身 顶部有半透明的茶色塑料顶盖 左上角是GMK的标志 中间这里能看见里面的风扇 表面塑料贴纸 说明了旋转开盖的方法 机身接口 前面板 Oaklink接口 接口必须关机后 才能插把的警示标志 可以PD输入的 全功能USB4接口 双USB3.2A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2.0接口 DP2.1接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可以B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19V电源接口 双侧 底部 后部 都有通风口 逆时针旋转透明上盖 能打开上盖 这是带新阳灯的背部系统风扇 取下4颗螺丝 揭开风扇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两条DDR5 5600MHz内层 一条2280P3E NVMe SSD 控制另一组2280P3E NVMe接口 NVMe SSD下面是 Intel Wi-Fi 6无线网卡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32G内层 5600MHz 这里可以修盖性能释放 有安静35W 平衡54W 性能65W三种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 这里可以修盖显存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14秒后就从70W下滑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到91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47Hz 我们单烤了整整2小时 室温2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3.4度 内层最高温度42度 SSD最高温度43度 这散热是很高水准的 我们用吉摩克K11 迷利主机的RUN98945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39秒 共计579秒 579秒 目前排名所有780M核线角主机的 第二名 CPUZ多线程7474.8 单线程723.6 多线程成绩是所有780M核线第一名 GIGBENG5 多核12491 单核2020 多核成绩排名780M核线第二名 GIGBENG6 多核13488 单核2689 仍然排名780M核线第二名 CPUZ多核17702 单核1822 多核成绩排名780M核线第一名 CPUZ多核999 单核109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 成绩都位于780M核线第一名 PASMARK多线程 33701 单线程4106 多线程成绩是所有780M核线第一名 综合上面的比较 GIGBENG K11的8945HS 多核成绩总体排在780M核线第一的位置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616401 CPU得分989,046 我们给RAN98945HS运行OpenW测试 AES950572 XX20381542 CORMARK520127 在CORMARK成绩上不但上了52万 还是所有780M核线小组级的最好成绩 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 超彩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71帧 比最好的8845HS高了一帧 实战以下 古墓灵影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43帧 荒野大飘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48帧 低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 80多接近90帧 负载场景70多 接近80帧 地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80多接近90帧 非常爱事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炒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8.9度 内存做显存 最高56.8度 SST最高47度 散热表现很好 看一下3DMark图形得分 Time Spy 3074 Fire Strike 8662 Steel Nomad Night 22.02FPS 稳定度以99.4%通过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它在780M核显中排在很靠前的位置 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蛇变成问题 14.25TOKEN每秒 排在780M核显的第一位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显示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的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再在小住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显示信号 连接索利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显示信号 Radeon 7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原厂硬盘测试 5200兆帧每秒 这是PCIe 4.0X4的中等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能接近3800兆帧每秒 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么高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可能是换了一块外置雷电硬盘的缘故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英特尔X200WiFi6无线网卡 跑到了82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无线性能了 英特尔i26刚v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vers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吉莫克K11装置了RAM9-8945HS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式6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100W 120W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 时温2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4度 SSD待机温度32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50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41分贝 吉莫克K11装置了RAM9-8945HS 出厂65W的功耗释放 性能排在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 第一名的位置 8945HS相比8845HS 最高锐频高了0.1GHz 性能也有提高 吉莫克K11 它也拥有超级大满观接口 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我们一直在说 这将会是一台很难过失的小主机 它有双2.5G网口 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满血HDMI 2.1接口 可以做最高等级的HTBC 它有奥克林克接口 可以外接显卡屋 奥克林克外接多盘位硬盘盒 USB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 它可以转型为一个 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 这台小主机 虽然我不认为它有啥缺点 但是 但是 它毕竟也叫Ryzen9啊 我去BIOS里想超频内存 它给我看这个 不能超过原生内存速度 很失望 总结一下 吉莫克K11装置Ryzen9-8945HS 65W的性能示范 在780M核显小主机中 登顶第一名 是最强的王者 散热精英优秀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设置平衡模式 可以达成一线通 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 奥克林克接口 接口兼用性超级完美 这是一台本年度 性能最强悍的 780M核显旗舰机 它也有超级大满观接口 价格比吉莫克K8 Plus 稍贵一些 如果追求极致性能 又不想掏更多的钱 买HX370 这款也可以进入选择范围内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